字幕博物妏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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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啰大家 今天这部影片呢 可能怨气会比较重一点 我是真的很想跟大家 分享我在台南骑车的生活 呃..因为我骑车跟开车都会 所以我就一起讲了 虽然呢我是道地的台南人 但因为我考完驾照之后呢 每天密集骑车的生活呢 都在北部了 毕竟我大一开始 我就在北部念书了嘛 所以呢 最近我才真正体验了 台南的骑车生活 每天这种就是通勤的生活这样 先说我真的很喜欢台南 也以自己是台南人为荣 台南美食超多 古迹多 然后天气又好又干燥 一切就是都很棒 就是没有什么缺点 可能有时候会有点空污啦 但那个真的都不是大问题 只有一个台南的大缺点就是 台南的交通真的很不行 以下呢我会列出几点 从最不气到最生气的名次去排列 然后总共有6点 从气到气气气气气去排列 好首先第6名 台南的阿伯阿嬷就是 骑车会骑很慢 可是我觉得骑慢不是重点 重点是他们喜欢骑在路中间 你知道台南很喜欢把汽车跟机车分得非常清楚 就是台南的最右边一定都有一个机车道 所以他们就是阿伯阿嬷他们很喜欢骑很慢 他是骑在整个是汽车道跟机车道的那个中间 你知道吗 就是骑在可能那个线上他也不靠最右边骑这样子 就整个他一个人骑着那台车 后面整个都被他挡住了 然后我们都过不去 最惨的是前面已经有乌龟机车了 然后旁边有乌龟汽车 两个人就会有一种莫名的磁场会互相吸引 两个人就会一起慢 偏偏那个就是路中间 然后两台一起慢这样子 你说我们能从哪里超车 从右边也不太对 从左边 左边又是进行机车道 我们想超车都超不了 就是整个后面都被卡住 然后下班时间的话是直接后面一直塞一直塞 所以我觉得台南的上下班时间呢 不像台北说是真的就是突然间涌出一堆车 车很多 台南是因为那些乌龟车骑太满 所以才会塞住 第五名 我真的是亲眼看到有人 骑车 骑车哦 不是开车是骑车 一手拿着就是手机 一手催着油门 然后那个手机还可以这样打字 然后他骑这样子 然后打一个字 然后就 就给我这样子歪歪去的 你传讯息是不会停路边传 或者是回家在船吗 你边骑边船 然后那个时候还是在就是 永康严航 就是在那个台南应用科技大学那边 然后路又超小条 然后又即将进入一个就是 机车道是往下的 然后一路这样歪歪写写 我跟你说我前家旁边我吓死了 真的超怕他撞到我的 我直接扒他喇叭 然后他也不为所动 他就觉得说 你干嘛扒我 奇怪 怎样吗 我滑手机 扒什么扒 我真是 气死人了 不行不行我才第五名 就这么气不行 心平气和 第四名 路边买完东西的 都直接切出来 然后完全不会看车的 也不打方向灯 然后也 也没在管什么 看一下后照镜 反正就是 妈的老子想开出来就开出来 管你后面有没有车 我跟你说我在台南 真的是不敢开在最右边 或是骑在最右边的 真的很危险 因为你如果骑在最右边 真的会被那些人就是直接撞飞 再来是第三名 已经进入到前三名了 表示 愤怒指路已经越来越飙高了 真的是 台南的路真的很小条 我看到的情形是 就是我骑车骑好好的 直直的嘛 然后对象要主展的是直接 哼 他是直接这样半台车 也不是半台车 是三分之二台车 已经在我们这一个车道上面了 假如说这个是分隔岛 然后他就是整来这里 就已经插这样子了 导致我们这边的车子过 完全过不去 然后就还要这样 特别绕到机车最右边 这样才有办法绕过他 然后可想而知 我们这些机车的铁定是 只能击鲨耶 就是 因为你 我们这一车道的汽车 已经就是要绕过他 所以我们这边的机车 就必须又要让汽车 因为我觉得很多台南的汽车 就是很很叉叉叉 就是他都不要你让机车 他都喜欢就是硬急 把机车挤走的感觉 我跟你说我也没有二轮嘴脸 我自己也会开车 但我认真的觉得 开车的各位大家 麻烦真的是 机车就已经是弱势族群了 你就好好让他先过 市区的小路上面 就是他吹油门速度 铁定都比你还要快 你就让他一下 真的没有关系 而且 不止这样子 就是 那个虽然插出整台车的 就是那个要左转的 还有想要等你过的那个心态还在 可是我看过更恶劣的 他要左转或是他要回转 他还没在管你的耶 他感觉就是 哦我觉得这个距离我可以过了 我就直接咻我就过了 全部我们这边车道的人真的是 没看到的话就直接被你撞飞了耶 拜托就是开车可不可以不要开成这样 反正他们那些人就是 老实爱转我就转 我爱左转 我什么时候左转 我什么时候回转 我就是爱转就转 我没在管你的死活的那种 第二名 五个字 台南路很烂 我之前在台北骑车的时候 我还在那边嫌弃说台北的路很烂 我跟你说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我决定台南的健康路好了 我骑一骑我真的以为 天啊我以为我在骑什么山路 骑什么土路一样耶 嘿 我的近战震一震真的是已经 天哪壳都快要被我震不见了耶 在台南骑车 只有一种机车适合台南 就是越野车 最后 第一名 台南是谷都 我可以理解 路小条号 我也能理解 可是 到处都是进行机车耶 我跟你说 我觉得台南真的是全台湾 最不适合进行机车这么多的地方 因为台南路真的太小条了 小条就算了 围停真的很严重 然后甚至是很多台汽车 都已经直接把车子停在最右边的机车道上面了 机车到底要骑哪里 我问你 像台南路这么小条的地方 怎么还会想要规划全部都是进行机车呢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蛮不合理的 当然台南很多机车骑的跟什么拉影的 是真的有点夸张 但我觉得以机车组来说 台南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友善的地方 只要市区里面的路几乎都是写满了进行机车 但是我真的觉得台南真的不是一个 适合这么多进行机车路的地方 你应该要让机车跟汽车就是和平共处 在这条道路上面才有办法好好的疏同交通 好总之我觉得台南第一名就是 有很多的进行机车道路 像我这个身为在地的台南人呢 我真的很希望台南可以变好 如果台南可以把这个交通 这个最致命的缺点给变好的话呢 台南就真的是完美了 最后还是希望大家 骑车开车都要小心哦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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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